哈喽大家好 我想大家也可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就是自己家里买了一些土豆 然后这些土豆呢 慢慢的一不小心都生了芽了 生了芽这个时候到底该不该吃 那么我做了一下研究 我发现他们说 你吃了这个东西呢 往往会让有中毒的现象 有些人会中毒 有些人没事 所以说最好的情况下 还是不要去吃它 那么他们生了芽以后 土豆发绿了就是有毒 土豆发绿的是有毒性的 所以有的人吃了以后 然后会呕吐 会肤泻 还有的人中毒上医院 这样的情况都有发生的 但有人吃了也没事 但是最好是不要去态势的这样 去以身试法去做一下 那么这么办呢 我们把它扔掉吗 还是臆肥 那么实际上我教给大家一个办法 就是说土豆生了芽以后 我们可以把它怎么呢 把它埋在你的一个墙角 或者是一个篱笆边 埋在地里边 它很容易就长出来了 你看埋在地里边 它就很容易就长出来了 不能吃了 不能吃了 你看这不能吃了 是吧 埋在边儿就行 埋在边儿 其实以前我们就说 每次只要是有剩了的 这种长芽的土豆 我都埋在地里 然后呢 它都 哎 你看 是 你看 这已经都 这些都出来了 都实际上都还没长好 还没长好 它都长出来了 你就可以把它再挖个坑 再把它埋里边 这里你看 你看长了一堆 但是没有土 你看它的这个绿的叶子 就是这种叶子 就是土豆的叶子 然后你挖个小坑以后 因为我这里长 你看都长了很多 都长了很多 而且它就像 它说地旦叫地旦 就是说你种了以后呢 它会产生很多很多的 像cluster一样 就一大一大串一样 这个土豆很容易长 一大串土豆 然后只要埋在地里 它就它就长 我们都没有给它好地 就是粉丝这个地方 靠近篱笆这里 就是一个角 你看 你看这个土豆 这个小土豆都已经成熟了 这土豆已经都长好的土豆 这是我们已经长好的 这个也是 你看这个土豆也已经 这个就很小 你看了吧 这个还很小 这个你看也是很小的 你看它就像这样的 这样的你就可以把它 一串一串的 再埋上 再埋上 埋上它还继续长 还继续长 很容易 你看这两个土豆可以拿回去吃了 对这两个可以了 对 那么我们把这一棵 再埋下去 随便找个地方 这一块好像都粘满了 不大种地方 不大能种东西的地方 然后去埋一下它就可以了 你看这里我刚才埋了一个 那我们在这儿 哎呦 好像到处都是土豆 你看 对你看看 这里还有一小土豆 刚长出来的 对你看到处都是土豆 对因为我这一块 你看这个还没长大 还在放里边吧 就是它的一个大土豆 然后它就会分出来很多小鸭子 然后出来很多很多的 一个就能长很多 土豆 又这一块以前都摘土豆了 对 所以说它就长了很多 对 而且土豆就是说 只要它的面脉都倒了 那就说明这个土豆好了 哦 还有这么一说 嗯 就这样埋里边就行了 埋到里边以后 它就像长野草的一样 你到时候你要想吃土豆了 你过来这样扒一扒 一看呀 这样的就是好的了 你看这样的就是好的了 但是就是因为太浅 那个颜色还发绿的 那样的就最好还没有ready 因为它一开始 你可以看到 它一开始是绿的 慢慢的它长到 最后长成这样子 然后分离了 就是一个好的土豆 需要再找点地方 把这几个都埋上 你去把那几个都拿了 你看我们非常喜欢吃土豆 所以说我们经常的买一些土豆 因为自己种的还是不够吃的 所以经常买 自己种的一切几个呀 买一袋子不小心它就生牙了 生牙了就不能吃了 不能吃了 我们就把它 不能吃了你就把它埋地里就行了 就埋在地 然后它就会生一大六 生一大六 来 再把这个再拿过去 埋好它 你一看到你的那个土豆生牙了 你就留在那个地方 让它牙再长一长 都长出来以后 然后就挖到土里边 不长出来埋地里就行 也能长出来 对 它一般土豆 它就比较喜欢冷的地方 或者是阴冷的地方 也可以 需要阳光 但是没有好地给它用 但是它很坡辣 对 就要找一点边边角角了 对 然后埋上去给它水 它就长 你看看 很容易 对对 一个都长一坡辣 它长一坡辣 全是这种叶子 还很好看 把这一块全盖好了 前两天拔吃了 对 它好像还是遗留了一些里边 对 还是有 好了 以后下一次你的土豆 这个长 生了芽以后 千万不要再扔了 或者是埋在一个花盆里边就可以 对 埋在花盆里也可以 长个稍微大一点的花盆 栽下去一颗就能长一坡了 就长一大串 你那就是说 窄一颗 埋一颗 然后长一串 这是多好的买卖 所以说一定要做了 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点击屏幕的链接 订阅 转发 点赞和收藏 欢迎大家 浏览本频道上百个视频 分享美国生活 谢谢大家